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要來談這一本書 不過最主要不是要談這本書 最主要是要談一個概念叫做記錄 我們是一個資料庫 我們的名稱叫做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非常常喔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簡稱是公庫 台灣最近這幾年的社會運動非常非常的恐怖 那這恐怖代表什麼意思呢 當然是很多人對社會裡頭的執政者是不滿意的 那另外一個意義就是 當一個國家的社會運動越發達 代表這個國家是逐漸在進步當中 越長掉一個和諧的社會 因為這個國家恐怕有很多的真相 它是被掩蓋起來的 所以我們也會常常在說 一個國家進步進步通常 不會是來自於執政者的恩責 那也不見得會來自於反對黨的檢驟 特別當反對黨跟執政黨 越來越像的時候 它是恐怕沒有能力進步的 別的國家能不能夠進步 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來自於 這個社會裡面的社會運動到底發不發達 因為當這個社會運動 所有國家社會運動越發達的時候 即使這個運動者所提出來的主張 不見得那麼成熟 但是也可以有很多的東西 讓大家可以去反思 可以去討論 所以我們最主要的工作是在 紀錄台灣的社會運動 那為什麼要做紀錄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蠻重要 我曾經跟中國非常著名的一個導演 也是一個大學教授 艾曉雯老師 他拍了非常多 有關於中國的所謂底層的紀錄片 也就是我們在一個視訊上面對談的時候 他講的一句話讓我印象很深 他說有權力的人最怕被紀錄 有權力的人最怕被紀錄 所以我們紀錄的就是這些有權力的人 他最怕的事情 我覺得社會運動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除了提出主張之外 他也做一個非常重要的 叫做所謂社會執蒙 他也做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叫做促成社會對話 他也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叫做促成社會去思考 不管你贊不贊成 或是你反對與否 這件事情的發生 就讓我們也開始去思考的機會 可是非常讓人家遺憾的是 從過去到現在 台灣的每一個紀錄開放 對社會運動一直存在的是一種 不友善的報導的方式 所以我們在媒體當中看到社會運動 大體上來講就是所謂的二元對立 然後我們就看到一群人 然後在那邊 一群鬥在那邊飛來飛去 然後就看到棍棒打來打去 你從來沒有一次有機會 除了在少數項公共電視以外 你從來沒有一次有機會 好好地聽到社會運動團體 他們的主張 他們的訴求到底是什麼 我們也不會知道 這些團體的主張跟訴求 跟我們的生活有什麼樣的關係 就好像我在很多地方在演講 會播我們自己拍攝有關 觀察工人的抗議的事件 我幾乎到每個地方都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會有慣常公民 他們為什麼要握回 他們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紀錄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為什麼要來做紀錄這件事情 為什麼公民運動這麼重要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溝通說 因為請各位真的想一想 我們這些領導人物 他們所屬的這個政黨 真的各自都有很大的包袱 很大的包袱 我們都知道有些事情是 藍的國民黨們絕對不會去談的 有些事情可能是 綠的民進黨不願意去談的 可是台灣的未來不能什麼不談 什麼都要談 什麼都要想清楚 最近的公民運動 一再一再的讓我們知道說 不管是何事 不是你我的事嗎 絕對是的 台灣這麼樣一個小島 它有多少資源 它能夠裝多少水費量 我們將來究竟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我們台灣是不是一定要變成一個工廠 整個台灣從南到北變成一個工廠 把它綠地都打掉 我們大家都變成工人 來賺很多錢 不然我們就會窮死 是這樣嗎 還是說在這個現在的社會 所有暖化這個質量環境的改變底下 我們變成一個乾淨的地方 我們都做很好的食物 做很好的食材 我們會餓死嗎 這個就是關係到什麼事 我們到底要用多少電 這些都是我們重要的事情 各位除了我們 誰關心 對誰重要 真的就是我們的事情 沒有別人的事情 沒有別人在管 我一直覺得公民是有力量 可是 但是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環境 常常會讓我們公民是沒有力量 因為我們的教育 其實我們沒有太多 教我們的公民應該做什麼 我們社會有很多的機制 阻礙了我們對這個社會的了解 所以我們不知道這個社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好像 我們如果不了解這個社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不太可能去愛這個社會 就像 你不認識你的男朋友 不認識你的女朋友 然後你說我好愛我的男朋友 好愛我的女朋友 這是一件非常不合適的事情 因為你根本 他扮演這種角色 所以當我們不知道發生這些事情 這個社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這個社會裡頭的悲劇 它就會不斷的重複 例如說 官場功能 剛剛提到的例子 其實 他們一直在爭取的是 勞基法28條的修法 可是很多人連 勞基法28條是什麼不知道 連官場功能是什麼都不知道 那所以 只要以後發生 政府 發生這個所謂的 財團 或是老闆惡意要去官場的時候 我們會像那群官場功能一樣 是拿不到任何錢 這個社會本來就是整個是 串聯在一起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們很少很少去特別注意的 有時候我其實也會 自己有點心虛 我不知道國老師有沒有這個感覺 像我看到文靈院 最後王家被判處 甚至是張曉皇的張先生 我是看到那些 重新當他自殺以後 我再看到那些抗爭 就是他有跪下來 跟抗爭的人 很謝謝說 謝謝你們來支持我 保護我們的家 我後來有個很害怕的感覺 我覺得他當時可能覺得 他家絕對不會被拆了 因為有這麼多人來支持你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公民運動 有讓他的夢破碎 當他看到這麼多人來的時候 他以為他有希望 沒有想到 他在抗爭回頭的時候 他家已經被拆了 所以這也是我自己的 覺得很難過 跟有檢討 跟常常 每次要不要去 自己情緒很起伏 總覺得說 你在做什麼事呢 你能做什麼事呢 那萬一你幫不到他呢 萬一結果是更嚴苛的呢 是更嚴峻的呢 可是我想我心裡還是相信 那可能就是有待 更多的努力